首長今天標題大家都有看到新聞 現在最大空投大摩對台股是空翻多 你標題說所以是高點到了嗎 真的嗎 之前一路看空的台積電是大摩 然後一路看空台股的大摩 現在目標價給你提高到兩萬一千五 會不會太誇張 可是有人說空投不死 多頭不止 現在空投看起來快受不了 台股反而是高點到了嗎 還是這次大摩說得有理 反而是在模仿投資產我呢 來聽哲哲有沒有道理 所以一定要看我們今天的榮耀華爾街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瑞 今天是1月20日 台股開盤18,212點 中場收在18,218點 小跌9點 那華爾街現在持續是在擔憂 美債殖利率上揚 還有聯準會緊縮貨幣的政策考量 那科技股現在是跌跌不休 四大指數全數收黑 台股大盤在昨天台子期結算日過後 今天重新站回22日均線 持續是在18,200點關卡這邊區間橫盤整理正大 那封關前的台股看起來現在成交量是冷冷清清喔 上櫃指數呢 今天是在平盤附近小幅收紅 後續盤是簡訊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鼓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土長好 肉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土長好 現在真的成交量 看起來冷冷清清 我今天節目內容很精彩喔 喔 節目內容很精彩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要不要認真準備 我要認真準備喔 比你想到的老師都有料多啦 不是我臭皮啦 等一下你就看就知道 看投資長今天眼神非常有自信 就知道我們今天節目 真的是相當精彩 好 那我這邊先說 我將復活 哲將再起 我將復活 其實我也沒下去啦 喔對啊 只是我的精神力 我覺得前陣子我有點萎靡啦 這是扯遠的喔 接下來我會將復活 過動而將復活 所以再給大家新年新興趣 來來來 對對對 來 那我們先看到這個 十年期美債殖利率好了 因為昨天盤中是一度觸及1.89 將近是要1.9% 很多新聞是這樣寫 所以看起來很恐怖耶 因為投資長其實 提早就預告大家 這個美債殖利率的重要性 也告訴大家 台股呢 現在低本利比高殖利率的股票要注意 欸我今天就看到友達上漲是將近3%喔 投資長可以先帶我們看這些股票嗎 喔友達大家在看啦 好 友達沒什麼嘛 就是像所有人都在講高殖利股票 沒辦法 嗯 像每個人都在講 想美債 美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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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欸 說美債殖利率狂飆嘛對不對 來 這頭版有沒有 你說啊 是 這頭版嗎 好 我好像是大前天就 就盤中就寫文章了 為什麼台灣股市跌 是 這絕對是台灣第一個喔 真的真的 我不是跟你臭屁 所以你一定要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反正我們廣告時間 如果是聽廣播的話 廣告時間有 看我節目直接記起來 這邊就有寫了 好不好 好 所以 TOMEO 我是第一時間跟你講這件事情 總體經濟 你覺得誰有人贏我 不然疫情的一個推廣 是不是 不是疫情推廣 疫情的一個預告啦 今天那個他有說了是不是 他說什麼 那個自我隔離法 三月以後 到期了就不再實施了 是 所以你以後 如果你在英國得了 得了疫情了對不對 嗯 你要不要隔離我不管你啦 喔 對啊 啊現在開始也不用戴口罩了啦 從現在開始 Right now Right here 不用戴口罩了 強制戴口罩 為什麼 歐莫款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 像天然疫苗啊 這個是不是我第一個講的 我的確是全台灣 第一個跟你講的 歐莫款會像西班牙流感一樣 是 它是個重量轉折點 全台灣沒有人這樣跟你講 甚至我在前年的時候就說 最後會像一般的 會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 對 前年的時候就講 2020年4月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股市不到1萬點 華營以來 打我臉 有沒有哪一位分析師 有比我還早預告 哪一位醫生比我還早預告 這就是天賦跟直覺 我很多天賦直覺你會嚇到 像美債琴現在每個人要討論 對啊 是美債琴討論是什麼 因為很多基金經營 它其實會做資產配置 是 美國時間行光 它就等於無風險的一個利率 一個投資 沒錯 是不是 那我為什麼 我台積電當然有壓力 所以你現在台積電 你現在為什麼你現在到1.8 快到什麼 1.8 快到1.9了 1.9嘛 嗯 好像是1.897是不是 1.899 對 1.897 有到99了是不是 對對對 排中最高 最高 是 1.899 1.9這附近 是 好 那就要1.9了嘛 可是你說 你說現在 現在如果它要升到2呢 那今年台積電的EPS 就算提高也沒有用啊 是 你把明年算進去 2.3啦 好不好 明年鼓勵 明年發展力提高好不好 如果鼓勵發展力是這樣子的話 對 2.3算進去對吧 2.3% 那你 美國公債直立率如果長到2.3 你也不會想買台積電啊 所以我說 美國公債直立率一定要下去 台積電才會噴出去 好 你有台積電從沒有 你可以看我這段解釋 因為我是 我是最準的解釋 嗯 我是最 最抓到這個行情轉折點的解釋 好不好 一開始我說不重要 那是因為 美國公債直率還在1.7嘛 是 那麼可能到2點以上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機率不高 是 我簡直說 上去再下來 為什麼 雖然以前的 殖利率大部分 以前的美國公債直率都怎麼樣 呃 不是 以前美國公債直率大部分都2點多啦 有時候 對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不一定 為什麼說這次不一定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現在 現在推 我現在跟大家講了解一下 聽管不過可能比較吃虧啦 沒有關係 我們看圖片就知道 來 滿有盡量解釋 就是 那個 通膨喔 所以我說今天比較認真一點喔 通膨喔 有需求推動的通膨 跟供給推動的通膨 什麼意思 喔 呃 需求推動的公膨 嘿 來來來 呃 需求增加 來 需求推動的通膨 是嗎 需求增加 對 所以我這樣 我這樣我 譬如說我對PS5 我 我對它是需求增加 我想要PS5啊 要等很多怎麼樣 嗯 我就漲價了嘛 或者有牛 或者怎樣 有還牛嘛 那你聽得懂嗎 對 這是需求增加 有沒有看到 從這邊拉到這邊來 需求增加 反正這邊拉到這邊 價格是不是提高了 是 價格提高了 對 所以價格提高的通膨是不是增加了 對 從這條線移到這條線 對不對 這條線移到這條線 價格是不是從這邊移到這邊來 價格是不是這邊增加了 對 另外一種什麼 供給推動 供給減少的通膨 是 為什麼 因為我供給減少了 就像這樣子啊 欸 我 譬如說我現在 我缺很多衛生紙啊 是 我貨運送不到啊 我供給減少了 價格是增加了 對 對 所以 通膨喔 有兩種 一種是需求推動的通膨 跟供給推動的通膨 有沒有 兩個都散展 第三端 沒關係 用聽的也可以 第三端很簡單 同樣是怎麼樣 需求增加 對 供給也減少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那價格是不是散展兩次 現在是哪一種 有關 我考你一下沒關係 現在 對不起喔 感覺是3耶 欸 不錯 bravo 3 什麼都有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說原則上 現在更尷尬什麼 我現在 現在為什麼我要講疫情 好 因為疫情 疫情造成攻擊推動 攻擊減少嘛 對 對不對 你貨運量減少啦 對 所以至少你第二種可以消滅了 是 你第三種也可以消滅了 是 第二種攻擊推動 跟需求加攻擊推動 等疫情結束之後 二三就可以消滅 對 只剩第一種 你同意思嗎 是 可是第一種 因為這種需求推動的升息 你最不用怕 bravo 2015年 跟 2005年那時候 喔 對啊 鼻子好癢喔 畫面給肉依好不好 好 所長剛剛想要講到前面 2005年 跟2015年的時候 是升息那個時候嗎 的狀況 對 那時候都是 那時候升息喔 是 是需求嗎 還是攻擊 那時候全部都是 那時候全部都是 需求 來畫面給我 沒有 那時候全部都是 需求推動的 是 因為那時候有送運 有送運量不好嗎 有運送問題嗎 沒有 沒有 那時候都是需求推動的 對 不像運行這樣 2015年那次升息都是一樣 然後2015年 2007年那一段升息 對 都怎麼樣 都是需求推動的 了解 需求 所以有些人喔 跟你講一半的話 是 什麼叫一半的話 外面的分析師 或者外資的分析師都一樣 對 哇我們升息 我們是要丟他們啦 只是我覺得分析是要嚴謹一點 嗯 我們升息 股市還會旺盛 是 沒有錯 升息 2015年那一段 時間跟2015年那段時間 是 升息股市還會漲 可是那是因為 那時候升息是要 抑制怎麼樣 嗯 需求推動的通膨 因為景氣太好 是 為什麼需求推動 我有錢我才要增加嘛 嗯 如果你現在PS5 最近有賺錢耶 股市有賺錢 買台灣50有賺錢 你才想買PS5嘛 嗯 景氣還可以嘛 對 如果我們 如果投掌我們現在 投資失利的 是 失業了你還想買PS5嗎 不會 先吃飯才為主嘛 先吃飯跟買紙箱嘛 買紙箱 對對對買紙箱齁 睡公園齁 所以需求推動的升息 對 然後你去 需求推動而去抑制它通膨的升息 是 對股市是好的 嗯 所以我只要消除了第二種 跟第三種就是 都是有供給推動的通膨 對 這時候升息不明啪啪 哦 了解 那供給推動的通膨 什麼時候會消失 是 疫情消失的時候 供給減少而推動的通膨 疫情消失 那什麼時候 所以我每天在解疫情這個東西嘛 你看我今天加上一個經濟學的課程 好不好 是 那如果是 供給推動的通膨 是 然後沒有解決 然後因為這樣升息呢 對 這股市不一定會漲喔 是 我先給你原理者一跳嗎 現在1980年代石油危機 哦對 那知道嗎 石油危機供給減少嘛 對 股債酸跌那陣子 如果沒記錯的話 1980年代 了解 那時候哲職有沒有出生 就算你有出生我也不跟你講 好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要跟你講 我頭腦就是個經濟史 就跟大家講很多東西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現在是第一種 需求推動的通膨 是 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很簡單你再給你講一句話 如果是惡性通膨 然後我才要一致升息 這種升息是不好的 是 看起來是不會惡性的升息 所以 為什麼要講這些 因為很多人說 投資人你講一些課程 講一些財經 很有魅力 很有道理 對啊 勝過你講個股 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所以我這次跟你講就是說 我近期會推出個課程 郭忠實戰技術班 有六堂課 大概是五部影片 有K線全解析的初、中、高級 還有葛蘭碧、巴大把者 是 我在摩爾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推出什麼叫 線上技術分析班 好 如果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的 我如果印象沒有戳突 我的人生喔 我當分析師 當私情年 也沒有開過 線上的實戰技術班 就是教學課程 是 所以這次人一定很多啦 因為我們是全台灣Live人 是最多人嘛 十幾萬人 我們YouTube頻道也訂閱十幾萬人 歡迎你去搜尋 什麼叫做折龍 什麼叫郭折龍 什麼叫折折就好 折學折兩個折 你就知道 一打折折 就會跳出我的名字來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實戰技術班 到時候會很多人問啦 不過我在想找個時間啦 年同一年前如果找的話 再跟 如果確定要推出去 再跟大家講 我幫你練武功 那你怎麼樣 那你喔 過年後 過年練武功 過年後怎麼樣 全副發功 發功 那選錯老師呢 過年練武功 過年後 全廢功 廢掉空撲 是 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這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你看我們需求對中 這也是總體經濟面 我還要教你財報 對 所以這個每在一起這種東西都是邏輯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每天要解疫情喔 這個去告訴你通謀一下來 因為疫情以後大家會流感化 台灣這樣政府還在很緊張 過半年就會像我講的 喔 賣金流 得就算了 現在得的是很麻煩你要被隔離 以後可能連隔離都不用隔離 或者你隔離 沒關係你得病你隔離 你不要去影響身邊人嘛 喔你不覺得去年五月壓力很大嗎 因為你一得 你可能和你身邊所有人都提業了 很恐怖耶 對啊 很怕家裡的長者也會有問題 也會有問題啊 健康醫術 你心理醫術你怕你旁邊的人 不能移業嗎 你怕餐廳不能移業嗎 對啊 現在就還好了 我希望以後政府也不要給那麼多壓力啦 得一得 但是因為該打疫苗要打 你不打疫苗是你自己的選擇啦 是不是 年輕朋友們心肺功能都不錯啦 所以還好 而且OMICRON其實也說過 兒童的那個致死率比較低 對 一開始說致死率比較高 不是應該說得病 住院率比較高的是因為 兒童為什麼住院率比較高你知道嗎 是因為兒童要住院的時候順便檢查有沒有 有沒有得病情啊 是 等於檢查以後發現有染疫苗 真的有 是 實際上你聽懂嗎 住院才檢查 聽懂不懂意思 通常這個時候你本來就有點生病了 是 所以就看起來好像 數據上可能會有點誤判 會有點誤判啦 好 除了這以外我們順帶來看一下 好 我們今天提早稍微進個廣告 是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鼻子好癢 下個跟你講這個最精彩的 最大的空頭大摩對台股空翻多 高點到了嗎 好 空翻多 對最大的空頭空翻多 誰要做多 高點到了嗎 好不好 我們這邊不是高點電視台啦 我們是頻道 有這個電視台 我們等一下消息一下 馬上跟你講這個最驚喜的一個邏輯 聽就 哇 寒家一出手變之 有沒有 剛剛我們進廣告小小休息一下 接下來還有更多精彩的標股跟內容 我們要告訴你喔 投資長 我們接下來下一段節目要講什麼呢 我講的是什麼 大摩 是 看空 空翻多 看空翻多 對啊 然後看空以後 他之前不是最大的大摩頭嗎 摩是那個 也是摩爾的摩 空頭大摩王 然後也是那個大摩的摩 空頭大摩王 那現在你看這個好笑的新聞 今天最新聞 台股最熱關請進21,500 我是不是覺得他是不是每天看我節目啊 是不是又討厭我會喜歡看我節目啊 欸 有人這樣子目標價的嗎 肉依 一萬 調整目標價到一萬八千五 有沒有看到 對 目標指數 然後熱關請進到一萬一千五 然後一舉要舉位置圈法人最高 大摩原本是台股看法相對保守代表 對 一萬六給你調到一萬八千五變兩萬一 對 我就說他快失去工作了 你就不相信我 你知道我講這實在話 分析是一個要有天賦的工作 要嘛你就表演天賦 好說實話 也表演天賦 每天表演展聽班 要嘛你就要邏輯天賦 你就要懸鼓的天賦 不好意思我都有 真的不好意思我都有 來 這樣講太臭屁了 可是都有 大摩台股最大觀戰前進21,500 來我們看一下他原因好不好 今天的新聞 好 外資大摩 直接看這次臉就好 好 那這次臉來 他看好這四個條件 經濟穩定 資金活絡 低本益比 跟殖利率 加 經濟穩定是很虛的一句話嘛 是 就今年景氣不錯 資金活絡什麼 法人都 資金都回來了嘛 台灣財產資金回來 是我一直跟你講 台幣嘛對不對 可是今天要記得要趕快換 台幣換成美金跟日圓 好 因為今天會有出國的需求 我把疫情的 後疫情的需求跟你講 好 這個都講過 重點他講的重點 對 台股怎麼樣 低本益比 即殖利率加 這邊有講 低本益比 即殖利率加 名列前茅 名列 雅股 世界股市名列前茅 對 肉依 這跟我講的是不是都一樣 對啊 我說台股本益比是不是很便宜 我有沒有講過 有 講過很多次喔 講的再講幾百次吧 沒有幾百次其實是有啦 對 這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們不相信沒關係 肉依那時候我們福利社也有講 我秀這張圖嘛對不對 是 這是我提供的嘛 對 跟MoneyDJ要的 大概合流圖嘛 這我提供的對不對 是這張圓對不對 台股那時候18000 本益比多少 15倍 你看以前都在15到20倍 15到20倍 現在是在15倍 是在區間上緣還是下緣 下緣 下緣 最多可以到20倍本益比 對 20倍本益比多少 2萬4 所以我說台股天空2萬4 你知道那多少官員有罵我嗎 你們罵我都是憑感覺罵我 我講事情都是憑什麼 除了直覺以外還有邏輯性 是 肉依 所有的分 你看肉依你看喔 那時候台灣股市在 在差不多1萬點左右 有沒有看到 15倍本益比 這邊是15倍 對 這個藍色是15倍 綠色是20倍 以前1萬點不到都是 15倍以下 是 15倍到20倍大概17倍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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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到20倍 有沒有看到 2020倍到20倍有沒有看到 對 然後現在15倍本益比 有沒有看到 20倍本益比是2萬4 現在哪有高 現在就在區間下緣啊 好 你們看到大摩跟我講一樣的話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看一下 這肉依沒錯啊 天空在2萬4 沒錯吧 是 我怎麼講 現在台股的 大盤的本益比 僅處於 較低15倍 15倍的位置上 對不對 加上歐盟款可能有 較低的致死率 以及可能難的疫情流感化 疫情流感化也沒人在講啊 對啊 台股公佔2萬點 明年代表什麼意思 我什麼都講的 各位 12月30號 12月底 還有12月9號的 股市福利社 瘋寬股市福利社 你要知道 這是我送給大家 2020年的最好的禮物有沒有看到 15倍本益比 較低我講的較低喔 18,000不高啦 那時候12月30號18,000嘛 不高啦 我送給你禮物就2萬點 天空2萬4 你以為跟你開玩笑 大摩是不是講一樣的話 是不是低本益比啊 讓我們看到 除了大摩一樣對不對 這邊新聞有講喔 來 2022年台股目標指數前五高的 高正21,000 瑞銀19,600 有算21,000 都21,000嘛 對 都21,000嘛 我們看一下高正跟瑞銀的講法 看一下你就起雞皮疙瘩 我剛才的文章是12月29號跟30號嘛 是 29福利社30號是那個投書經濟日報嘛 對不對 對 高盛 1月14號是比我晚 是 沒有錯吧 高正21,000沒有錯吧 對 他怎麼講 台灣本益比多少 到底大聲點 台灣目前本益比約在15.2倍左右 是不是 對 在區域市場怎麼樣 在區域市場是相對便宜 跟我邏輯不是一模一樣 嗯 所以台灣股市怎麼樣 上看2萬1 邏輯是一樣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農藥華爾街啊 現在所有外資上看2萬點的 高五郭州邏輯 在去年講的一模看法 一模一樣 我再給你預告 過年的時候 我都會看報紙對不對 嗯 因為我已經看了二三十年報紙了啦 今天是公三十報 他會問本土法人 本土法人也會一堆人看2萬點 看2萬點的看法都是我一樣 台股殖利率很高 本益比 本益比的相反就是殖利率 沒錯 本益比相反就是殖利率 這個再給你看這個圖表 好 來 來這個 這個好像我們那個課程也有 本益比的相反 那股 1分之股價嘛 是 EPS分之股價 然後 像是股價分之EPS 像時間多少 EPS分之股價 股價分之EPS 同沒有 本益比跟殖利率 就是剛好顛倒 本益比是EPS分之股價 殖利率是股價分之EPS 這個就是本益比低怎麼樣 就是殖利率高嘛 沒有錯嘛 對 好 所以你看他們的看法是不是跟我一樣 高殖利率低本益比 高是你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瑞瑩 標題什麼 2萬點不是夢 對 也是1月5號 都是今年的事情對不對 對 所以你想想看人家怎樣分益師 你看 他指定什麼 瑞瑩說台股怎麼樣 現金殖利率排在前三名 排在前三名 有一定支撐 是 銀行2022年台股2萬點不是夢 對 資歷前三名 資歷很高 代表本益點低 是不是跟我邏輯一模一樣 沒錯 所以你看我的課程 你去學我的課程 也要告訴你這些財報課程啊 是不是 是 有一些財報課程啊 順利去想想看 你也要怎麼分益師 有沒有 我廣播時間喔 因為我影片有些放在廣播 廣播時間講股票啦 要講股票自己訂閱我頻道 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我講到 我好邏輯性 我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你選對老師啊 那你自己看要不要起雞皮疙瘩 嗯 所有三大外資 瑞銀 匯豐 嗯 瑞銀跟那個高盛 高盛跟大摩 最後大空投大摩 是 把台股的目標價提高到兩萬以上 甚至兩萬一兩萬一千五 沒錯 跟我的論點 郭忠的論點一模一樣 對 然後咧 而且投資長是去年的時候 就預告了 是 是 所以你們每天我剛說兩萬點 你們就隨便胡扯喔 是 什麼六百元以下 什麼台積電 什麼是老天給禮物 那只是我一個slogan 那你記起來而已 那是銀行我很多邏輯思考 所以我說我很會表演 我也很會讓你解釋到邏輯性 我跟你講不要表演邏輯性 選股分析師缺一不可 不好意思我都有 去向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股票我跟你講 年後會噴啦 不用擔心 年後會噴 三萬八三的心理很多股票會噴啦 低子力股票就是會噴 我答今天不知道噴嗎 看不出來要噴嗎 頭髒有點 有點怎樣 怎麼會收攝影線 I don't care 年後就是會噴 我跟你講年後就是會噴 好不好 謝謝 你要謝謝郵郵達這些股票 如果郵達這些股票 都沒有一堆七倍本益股票 我跟你講台灣股市要上兩萬點 我還很難 你知道嗎 真的 所以現在問題是 因為很多人看不到我看到未來 就像那時候歐姆款 我已經告訴你 致死率低了喔 你不要擔心喔 美國股市還是因為 第一例歐姆款先跌再說 跌個500點嘛 對啊 那我現在已經告訴你 歐姆款就是告訴你 頭髒會下來 今年會疫情流感化 像地區性的流感一樣 就這麼簡單 對 然後也不會隔離的 你懂不懂 隔離也不會處罰了 你現在沒有要想像 我告訴你 年後 今年年尾的台股就是這樣子 七八月以後的台股就是這樣子 台灣就是這樣子 你們要發揮想像力 不要到時候說起雞皮革頭髒 你又預告對了 我跟妳講一件事啦 我在去年八 前年八五二三點都敢講 是台股最低點的 謝謝 現在的預告真的是 piece of cake 太簡單了 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很多預告預告前面的 為什麼 今天肉依我聽到今天看有個新聞對不對 是 剛好有重點 因為現在煩詐騙很多 同學你要注意一下 這三個 Line Telegram Telegram 個人其他我都不以承認 我不會突然主動的Line你 然後跟您談戀愛 不好意思我很忙 我很忙 你可以主動來找我 可是我很忙 我先跟你講 除非你要加入會員 因為有些人就是 用假冒的鍋子 騙你財騙你色 不好意思 我不缺錢 我不需要騙你財 我也沒有要騙你色 真的不好意思 Line Telegram Telegram個人 這些Line是小組178 Telegram是小組A178 這Telegram管播頻道 不能聊天的 這是可以私底下跟我聊天的 好不好 就這三個 其他都是一堆假冒的 那假冒也是這樣 現在很多詐騙啊對不對 肉依是不是這樣很多詐騙 對啊 今天有個新聞喔 你看看喔 好 金管會煩詐 刷卡3000就通知 就會通知 我真的我經常跟你講說 我還跟我特助 我不知道肉依那時候 你已經當我出播了沒 我那時候說 我說現在詐騙錢很多 被盜刷 我說很簡單啊 你只要一刷卡 就通知就好了 肉依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記得我講過這段 可能不是在我的時候 好吧 你看肉依很老實 很早以前就講過 我以前就講過了 我以前講過 現在就照我的做法 其實我建議金管會喔 拜託喔 你們以後就這樣 港股付委託 一律要專業法人 比如說100萬美金 3000萬資產的 才能買港股付委託 是 不然永遠不能買那種 不然很多人買先股 買先股這樣 我叫你買一塊股票 可以跌到0.01元 對啊 你不能讓人家買港股 是 你這樣講好 只要限定買港股的資格 記得我這句話 我覺得金管會遲早會做 嗯 這是我良心獻策啊 好不好 是 這先跟你講這些東西喔 所以通常我看得很遠 東西看得很遠好不好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看一些股票喔 我相信今天就要學到很多東西 你不認識學到 哇 需求通膨的 需求推動的通膨 供給推動的通膨 還有需求叫供給推動的通膨 對不對 對 還有 什麼本益比的相反 就是殖利率有沒有 EPS跟股價嘛 股價跟EPS 假設 我賺的EPS都怎麼樣 都分到 都可以分出去 是 本益比跟殖利率就是相反 沒錯吧 顛倒沒錯吧 這個喔其實很多的課程喔 我們還有一些財報的課程 進階課程喔 還有一些初級 中級 高級 這是我第一次的13技術班 以後順利還有另外一堂課 即是13技術班 到時候我們推管的時候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好不好 好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來 除了這以外我們慢慢跟大家講 來看這東西喔 這是友達 然後這是3035的致遠 來 致遠這邊看起來也是有機會 好不好 嗯 這是跟大家講喔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今天花燈出戰 也展得不錯 是 也擅展得不錯啦 2338的關照 我記得這邊在洗盤 有機會噴出去 好不好 那一樣啊 如果LCD 面板的尺寸價格 能怎麼樣 有共識的不在 就是大量供給的情況下 那你說這些驅動IC的價格 是不是應該有機會噴出去 嗯 是不是 覺得 他不是一個叫什麼頂的嗎 就是友達的子光 瑞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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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瑞鼎我們找一下 為什麼找不出來 謝謝你 你看我們多多 今天外資賣買還是賣 今天外資賣55億 瑞鼎每天要漲 外資賣55億 過年前想要買小賣啦 不過今天也記起來是買的好不好 是 先跟大家講 瑞鼎也是一樣 瑞鼎你看職業在漲 現在這種驅動IC這些相關的 我覺得你不用看那麼壞好不好 1961跟敦泰這些股票 都不用擔心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678 這種比較低基期的 年後都會噴 你年 我跟你講也是你要答應我 你現在很怕很怕 我怎麼樣都 你怎麼樣都緊張沒關係 可是年後第一天你確定 因為為什麼一件事 因為太多統計資料 年前沒有動年後都會噴 是 太多統計資料 年前沒有動年後都會噴 好 那你怕像前年一樣 農曆年一樣對不對 我一過年的時候有什麼大事發生 那沒關係 你至少要答應我過年後第一天 你要馬上歸隊 你不要等第二天第三天 好 好不好 最好的方式是你現在先加入我會員 是 為什麼 你先加入我會員 反正會期這邊是免費的嘛 對啊 過年前是免費吸收的嘛 是 是 好 完美早上正式推出什麼專案 過年前免費吸收 可是你可以第一時間 比如說我接收這幾天的訊息 是 還有什麼 還有到時候 誒 第一天 封完關以後 過完年以後第一天的訊息 然後一起進場買進 是 是不是開門盤控的第一天訊息 一起買進 好不好 這我跟妳講的東西好不好 肉依妳聽得懂我意思嗎 嗯 對 妳最怕的風險 就是過年這段風險嘛 可是之後年這段風險 那妳不要操作沒關係 我跟妳免費的簡訊嘛 對啊 是不是妳過年後 過年前的訊息我幫妳吸收嘛 對 可是過年後第一天妳就要進場 沒錯吧 嗯 對 如果妳跟我一樣是預期過年後會噴出去 妳為什麼 妳過年後第一天不要進場 是 妳怕的不就是過年的事情嗎 妳怕的不就是過年有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妳不能買賣股票嗎 對啊 那妳至少妳就是妳要現在參加 嗯 那這段時間會費也不用花錢 先多看託聽 多看託聽 然後等過年後確定了 欸 託證妳講的是對的 過年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過年第一天要買 因為很多人在過年的時候 已經賣很多股票 嗯 官司回補潮就會讓它漲一波了 是 更換大聲一點 肉依妳告訴我現在點數多少 現在18,218 18,218 不是14,這名就多頭 妳搞得好像怎麼樣 很悲觀你知道嗎 真的不必 不必嘛 是不是 這我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看一些股票的表示好不好 2303也是一樣 頭上怎麼看 聯電 聯電也是一樣的好不好 聯電我覺得這邊 60元以下的聯電是老天送給妳物 是 聯電也是很可惜好不好 那台積電相關概念股呢 像3583 星雲 星雲喔 是 連續四根的紅K 那這不是要告訴妳要噴的嗎 是不是很明顯很明顯啦 是 台積電資本概念股現在也在漲嘛 對不對 還有金頂這些股票 萬能妳在拉 對妳在怎麼樣 也是在平盤整理的附近嘛 好不好 不要讓大家想像那麼複雜好不好 真的不要讓大家想像複雜好不好 這是我覺得股票 正面思考 正向思考 你看光照知道 台積電資本是概念股相關的 這邊看起來都走勢不錯 正向思考好不好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還有什麼 大蒜王朝最近也不錯啊 好不好 股票就這樣子 不是每天漲的 像台積電我也講了一年啊 是 可是當它真的要噴出去的 我會告訴你 600元以下是買點 對 然後咧 然後1月的時候複製走勢 你看我這幾個月我複製 我預告多少恐怖的事情 是 是 我12月說台股算1萬8 對 1月然後告訴你買台積電不如買年電 去年的確這樣子 去年 然後1月的時候告訴你說 台積電會複製去年1月的走勢 是 是一波到底 是 都是一樣 法蘇後走黑K還是會再創新高 嗯 是不是 然後Omicron第一天 第一天 那時候還叫做New病毒 我標題上New病毒寫錯 因為那時候叫 要命名為New病毒 後來變什麼 Omicron病毒 我第一天告訴你 它可能像西班牙流感化 它是一個重要轉折 是 講重要轉折是知道多驚人的一個天賦 然後給疫情的發展 你看現在英國都廢止這些法律的 隔離法律 是 所以你去想想看 尼亞紫蘭分析師 然後我今天告訴你 這通膨兩種 如果是二性通膨 你現在升級就慘了 可是現在是 如果通膨會下滑 它是因為良性的通膨 它是因為需求增加 它是因為景氣繁榮的通膨 你完全不必緊張 好 你懂我意思嗎 只是現在會陣痛期 會陣痛期 所以 今年股市 人家說五窮六決七三掉 我反而覺得 三月之前會比較難操作一點點 記住這句話 因為三月要升級 是 升級之前會有些Ready資金 升級完畢後 利空出氣的人之後 反而 步入了一個景氣循環的一個軌道 正向軌道 了解 景氣繁榮的軌道 所以你記清楚我一些邏輯跟思考 我不認對我錯為切切 預告到前面 我不要這樣看起來無聊 不是 我現在新規員來 我就是趕快 我過年前我要趕快先 去基本部位 過年後要噴出去 因為三位指數 已經告訴你怎麼樣 怎麼樣 大盤看起來 還是主題嗎 非要觀察看M頭 這個不要M啦 再動不動去M頭 你人生很痛苦耶 三位指數有沒有看到 哇 投資產今天又下去了 機器還要下去了 可是你如果用走勢的話 怎麼樣 再打這個底 再打這個底 打底成功 所以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去想想看人家真人粉絲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可是歡迎來消息 08068085 080 來來 幫您幫我 去想看人家真人粉絲 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撥打專線 080-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帽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